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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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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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是 nak ambع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要高速消化了別人的土地 即是說如果玩遊戲 你就自己去建立自己的五行內在的力量 就要高速地聯憑結黨地去攻擊對方的土地 即是說餵土那裏 不斷你的腦就 他的腦的信號就不解是餵 腦在五行分析那裏 我們五行相應 因為我們醫學上熟土那裏 就是那裏消化系統 他攻擊他就消化了他 他其實很飽的 他一天可能玩很多次 他的腦經常吃飽了 他的腦去消化了別人的腦 如果假設在我們《易經》裏面的學問 他真的有附裸汁 他便自然不吃東西 但他腦裏面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的腦裏面是充滿血液 因為他高速 因為他在打 是填飽了 他的血氣是行得很… 那個熱度是高的 還拿上去 你知道高光 你現在留意那些遊戲 那些遊戲有些閃光 會令到 光彈令到你真的盲了 或者煙霧彈令到鏡頭歪 你真的以為自己歪了 而且你自己失去了 他自己以為他自己… 我真的是不是盲了呢 但遊戲裏面有一件事 他已經說會有一種癲癲的警告 但很多人會說 我買這遊戲回來爸爸媽媽 他癲癲的廣告 他不會讓他爸爸媽媽知道 但人家負責法律上做了這些大任 如果你說 他是有這種危機 即是說在閃光 打橫催眠 如果閃貧這些直垂直催眠 對腦裏面的潛信 我們腦裏面的潛意識會發揮什麼呢 這個是值得相確 我相信 如果你說有些他用到音效 音效的晶片 和電腦以後的發展 我相信他對這件事 個人的身體的機能 會增加直接給他影響 好了 你就是講到 怎樣去令到他建立那個什麼 好的好方面 我們說你面對毅力的面對 我首先要教他們面對 因為他過不了板他會生氣 我們要找他的弱點 你胃口都過不了板 你過不了板 你是不是需要面對呢 你沉住到氣 在那裡的行為告訴他 你說你出來做事都是要沉住氣 就是因為為什麼 你在遊戲中已經在磨練 給每個障礙去障礙自己 你而衝破每個障礙 我還有想說你為什麼這麼蠢 你為什麼喜歡玩遊戲 哪有天生喜歡找一些障礙 障礙自己訓練自己的人 但是你既然是這樣 你不如學一下他用毅力 去面對障礙沉住下去 循環不適 有些遊戲要考試的 你唱車牌 我真的很難考 你真的是訓練 你叫他們 這是一個訓練課程 將他的意志改變為訓練 他的訓練 他的訓練 他不會說一定要用情緒 激動情緒 減低血液上的衝突 然後再去分析給他聽 怎樣去 譬如你說槍game 你不如去學一下 你這樣喜歡槍 去找槍game的資料 學術 研究槍的特性 是不是 你去直接去了解這個學科 你直接去 你覺得是音效刺激 你要學design 學短片 在廣告界上 去國際平台上 這個是一個國際平台的網絡 我們所做的事 全世界的人都可能看到 現在你的創造力這麼厲害 你創造到的東西 音效和什麼都這麼好的 你都可以為香港做一個 未來的廣告界 一個出色人物 你帶引他們去想遠一點 你要聽他們出來 那個裡面一個小宇宙 裡面一個小社會 一個文化 你也將它融匯 現在你外面這個文化 既然是這樣 大家在國際上的網絡 所以韓國和我們香港 韓國有WCG 這類型的國際比賽 他們要正視 我們也要正視 我們要怎樣給他們 一種正確的比賽 這個也是需要的 如果我們不給他們比賽 他不經過正常的訓練 守行為 守治律 或者守一些 學術上的分數 而我們認定他有榮譽的話 他不會覺得這個遊戲 他只會永遠逃避 我打遊戲就是被社會抑壓 要逃避社會 但是如果我們有 一些機構我認定你 我認定你透過一些培訓 你這個培訓是個人修養才基本 學習怎樣 在難度上培訓自己個人修養 在難度上學習每種學科的分類 去了解不同的文化 在難度上去了解別人的成功的優質 裡面的音效的技術 是吧 那個技巧 你在行業上可以應用在哪裏 這個我相信是 我們面對遊戲中 怎樣找一些好的方法 那個概念 所以我才可以提供那個概念 嗯